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终于出炉了 原任总统马克龙以58.54%的有效选票 再次打败对手勒庞成功连任 不过两人的得票率差距相比五年前进步缩小 马克龙能不能继续赢得六月举行的法国议会选举 保住前进党的最大党地位备受国际关注 法国内政部25号凌晨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统计结果 马克龙获得58.54%的有效选票成功出现 而对手及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 则获得41.46%的有效选票 这名法国20年来第一位连任的总统马克龙 发表胜选演讲时 承论会检讨未来五年的执政方针 建设更独立的法国和更强大的欧洲 此外他也向投废票或支持对手的选民喊话 强调设法回应对方的愤怒观点和诉求 努力成为法国的全民总统 我再次思统 我认为了一位 女士们的感谢 我认为了一个态度 我认为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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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来 我向前提问 我认为了一位 我认为了一位 因为 我认为了一位 反观败选的勒庞 星期天会见支持者时 难掩失落的情绪 他形容法国原本应该吹起一股自由风气 无奈选票结果却不尽人意 尽管第二度交锋也无法打败对手 勒庞誓言要团结所有反对马克龙的人士 在议会选举中再战一场 中共对非务血马收入的其他将会 在某几个ちゃん组合的选择 会叶选票 公式行与选票 总别是深刻的一忧选票 隽必须是相比市与选票 政策政策的反对法 但是假许选票 perspective必须有可能性 务必须和多大菇人的随选票 是一个思维的 竖争政策离票 法国与会选举将在6月中旬掀开展慢 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试图保住国会多数党的地位 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声称 在国会选举处于优势地位 分析认为一旦反对派晋升国会最大党 就会迫使马克龙实行共治 新任期内可能处处受阻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